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大家走在街上上班上學 都覺得天氣真的很冷 沒有想到今天 持有電子股的投資人 可能感覺心更涼 為什麼呢 今天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降得好低 只有41% 好久沒有看到那麼低的數字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看一下大盤今天受到這個 週末惡巫情勢不明朗的影響 指數是開低的 但是是開低之後往上來走高 還幾度的翻紅 尾盤的時候是下跌 下拉12點 中場是小跌10點說在18221點 成交量2928億元 我覺得都小跌10點 對今天早上開盤之前來說的話 是一個優於預期的表現 只是盤面上資金結構 就有個很大的變化了 電子股剛才講了 盤盤中一度它的成交比重 是低於航運股的 我想一想像這個事情發生 是在去年航海王最瘋的時候 有發生過 這一次又發生了 怎麼樣來解讀呢 航運股的成交比重 包含了航空 航空股今天是比較創高之後拉回 不過包含了散裝貨運股今天呢 表現都還算得不錯 想先問一下趙麗老師 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比航運股還要低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如果說你有一些 資金可以佈局電子股 後續都有還不錯的報酬 難道說這一次情況又發生了 依然是可以 減電子股的好時機嗎 但是我想問 最近這個不只是航運股熱 船船股間鋼鐵也起風了 短線上面航運跟鋼鐵 有沒有空間可以來 就是做多的機會 你怎麼認為 對 沒錯 我想今天來講 我們先看了 其實指數的部分真的是滿強的 連續兩天都拉出了下引性的部分 那美股說真的 那在今天的盤中一度 本來是跌 然後美股盤突然之間拉起來 所以帶動臺股的一個上漲 好 那就成交值比重來看 其實在去年大概6月份的時候 航運股最高的時候 成交值比重大概是50% 結果50%完之後呢 當然大家就看到了利多動畫 什麼就開始慢慢的 不管是閃樁 不管是貨櫃 就開始出現了比較大的 回檔的一個修正 那其實以說真的 假如說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我個人覺得34%的航運股 就三成以上的航運股來講的話 跟它的市值做比較 其實成交值比重真的太大了 這個我不能說短線上它不會漲 就是說它代表一個人氣過熱 那過熱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你就是自己 就是短線上操作而已 其實跟你講 基本面的部分其實真的有意義 沒有太多的意義 因為你說貨櫃 不管是航空的運價漲對不對 或者是貨櫃的部分來講 維持在高檔 我想或者是高櫃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很多人是用線型來操作 籌碼來操作 或者用氣勢 對不對 就是氣勢你覺得強你就去買嘛 而且如果不強 說真的你就真的下來 你就停損掉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航運的部分大概是如此 那當然因為航運 在最近航空漲到貨櫃 那有些散裝也上來 所以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他就會往原物料的部分 例如說像孽駕這些 真的也漲 最近也漲 所以有的就會往不鏽鋼 甚至於紡織 罩子 所以說真的 其實今天電子股成長的比重 回落到41% 是其他的傳染股的部分 真的短線上的一個吸金 那我覺得41%的電子股 它的四值比重大概有61% 其實這個也不會是常態 你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說這些都不是常態 那我覺得方向性來講的話 你還是持股大概五成附近 那折優布局一些漲望家的 一個股票 因為你在操作上來講 假如說你有報價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報價的部分有時候大 其實你也知道當然是大漲 可是在所謂的一個鐵礦砂的部分 其實大家最近的鐵礦砂 是跌滿重的 只是說今天有反彈 所以找到題材大家一起漲 那只是說 你要操作這些股票來講 我覺得你還是要看報價的 一個部分來進行操作 好 那講到電子股 其實教導老師一直認為 台北股是大盤 如果電子股不漲 大盤真的沒有什麼機會了 今天電子股成交比重壓縮 似乎是讓如果喜歡操作電子的人 找到機會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有很多電子股 非常重要的法說會 包含了明天 智元 翼龍 禮拜三有星星 最近股價表現很強勢 禮拜四 歷經 台達電跟天玉 大部分都是關注第四季的財報 當然很多個股 圓運營收都是創下了新高 至於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表現是稍微的溫吞 可是大摩這個時候 上個禮拜五十二度的在發報告 他認為日本的汽車零件大廠 要入股台積電的日本雄班廠 代表台積電可以吃到 更多日系IDM的外報單 目標價維持780塊錢 但是今天電子股當中 有一檔個股 在全子股裡面 它表現是早盤最為率先番 那就是聯電 好 聯電今晚大 外資是持續的站在調節一方 可是我們記得聯電 為什麼開始跌 也是因為他在法說會之後 你說什麼可能會供過於求 就股價就就跳空下影 很多人開玩笑說 他是不是那一天除息 當然不是啦 那從那一天之後 聯電的股價波段跌13% 外資也是同一個時間內 賣超17.5萬張 到底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這個財信傳媒的董事長 謝金恒就去問了 當天有去採訪的記者 就是有聽線上法說會的 他是說因為有記者拿大謀說 半導體成熟製成功過於求的看法 去發問聯電的總座王石 那王石就說如果 還有如果2023年成熟製成功過於求 對我們聯電沒什麼影響 我們簽了搶約 但大家只看到了這四個字 以至於股價這樣的表現 那我想先問一下 聯電今天的翻紅有什麼樣的意義 另外好多的電子股今天被打壓 電子資金比重太低 隨時有機會醞釀反彈的話 在記線以下的電子股可不可以做 對 其實我跟他報告 其實你在記線以下 你要看這些個別公司 他未來的展望是如何 以及他現在的本益比到 這些很多個股有部分在記線以下 然後我們先講聯電的部分 其實我跟他報 先講現行 其實他這個地方 大概低點就53塊 今天也一度打到53 那打下去之後沒有破53 我覺得就又拉起來 其實我個人覺得 縱使破53 基本上也是假跌破啦 因為我一直強調 聯電的部分來講 其實基本上 今年不會有功過於求的現象 那縱使有功過於求 其實他的八成都欠了的場合 他也自己講了 所以我等於是說 假如他現在是在上面 那當然你不要去做追價 對不對 可是他現在是在下面 我相信很多人看現行的人 其實會覺得這種股票就不好 我就說過 記憶體之前也很不好啊 那記憶體還不是拉嗎 我想聯電真的沒那麼差啦 其實以這個價位來講 我覺得聯電之後 他會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在今天電子股 在成交值比重 大概接近四成的狀況 他還可以逆四翻 其實透露了一些意義 那當然 也因為投信跟外資賣 不然聯電 對啊 不然怎麼會在這個價位 假如他們都在買 你相信會在這個價位嗎 搞得就六十幾了 所以我的意思 這種真的不用太過於擔心 好 那其他的有關於 剛才講到 如果說電子成交比重極度壓縮 隨時運量反彈 我們之前有講嘛 大盤站穩季限之後呢 很多的個股都跟上去囉 這個禮拜要開法術會的指標股 有很多還沒有站上季限 有沒有機會 對 沒錯 我想一些指標股的部分 當然大家比較關注的 就是致遠的部分 那其實當然致遠大家的看法 其實法術會對未來掌望釋出來 也會相對而言會蠻正面的啦 因為不管是金元代工價格的 一個調漲或者是產能的部分 其實都蠻窄嘛 那聯電這一塊也陸續 在下半年會開出產能 所以對它也是正面 只是說有些人會先卡位 不然你看一下3035的 所謂致遠的一個部分 其實今天來講 大家有沒有發現盤中一度翻 對啊 它就是拉起來 因為有些人又要卡位了嘛 其實很多的股票就是這樣子啦 那你像6104的創圍的部分 6104 那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種股票 其實我覺得這種 有基本面的保護不至於 對啊 其實不至於這樣 連續性的重作 除非大盤遇到系統性的風險 那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除了致遠之外 ABF宅板的新興 其實對於未來的掌望也會不錯啦 那這部分來講 那另外一個就台達電的部分 因為你看一下台達電 相對上來講 它的位階就真的比較低啦 你看一下 幾乎都沒有什麼張 我們看一下2308台達電 對 我們看一下台達電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種相對常來講 因為它也是電源的一個部分 大廠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價基本上 對 電源供應器 應該也都會有震盪走高的一個實力 好 那另外一塊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指數這一波 從17600多點 開始那一天資券同減之後 到現在幾乎常常在 融資也增加 融券也增加 對 資券的部分當然代表一般投資人 或者是所謂的大戶的部分 其實他們的看法也分歧 一般來講嘛 你資增券減調 我說大家真的看好資增券減嘛 對不對 那假如看不好資減券增嘛 對不對 對 那現在是資增券也增 你看大家的看法分歧 一般的投資人也分歧好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五大金控加碼 這個也是分歧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國泰金 壓金融 富豪金爆科技股 好 來 可是科技股的部分 這是去年第四季的 科技股基本上來講 四大金控還是加碼為主 國泰金是持平 金融股的部分來講 大家有沒有發現 加碼兩個 減碼兩個 持平一個 所以它還是持平 所以大家一直喊金融 你看到金控自己操作股票 其實它對金融的部分 大概就持平 電信我們就不要講了 因為它波動性比較小 傳產的部分你有沒有發現 加碼兩個 減碼兩個 持平一個 其實也還好 所以其實他們的看法 我覺得相對上來講分歧 他跟他所講 你看一下 我們看他重點加碼個股 一致性在哪裡 連電嘛 是 對 他都有買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可以反向的想 有些人也喜歡反向的想 我覺得那也OK啦 因為每個人的搶法不一樣 有的人會想買那麼多了 現在股票還會跌 那是不是真的有更大咖的在賣 那或許有可能 可是我不會這樣想 因為你基本上來講 你要從未來的展望來想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而言來講的話 它繳六幾塊都敢買了 那現在我幾塊的連電 其實說真的 它是被低估的 好 所以我想在操作上來講 還是找一些未來展望家的 個股來進行操作 好 剛才趙麗老師也講到 今天大盤震盪過程當中 電子股的成交比重萎縮 連電居然可以在這種環境當中 逆勢翻紅 看起來短線上面有一點 指紋的味道 就看外資是不是回頭來買鈔 另外一個部分是記憶體 上個禮拜台北國市國民 最熱討論的兩個族群 就是航空跟記憶體 今天這兩個族群都有做拉回 那你怎麼看呢 其實當然今天大摩的部分 針對標準型記憶體的看法 比較保守 其實前兩天我也跟大家講過 在DDR4的部分 其實它的反彈幅度 現貨價真的比較小 它並沒有像No Flash 或者是DDR3的部分 好 那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在Nel Flash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3D的部分 現貨價的漲幅也相對是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2D的部分 一些Nel Flash 有的甚至於今天的 早上的收盤價 現貨價的部分有些是跌的 所以我覺得這來講的話 其實記憶體的部分 相對而言這個地方 我覺得會陷入整理啦 因為之前長太多了 對 之前長太多 那DDR4的標準型這一塊 說真的沒那麼好啦 所以你看今天南亞科跌幅 就稍微比較重一些些 我覺得你可以找其他立基型的記憶體 來進行操作的 好 早上老師對記憶體的看法 也幫大家來做一個追蹤囉 然後另外今天呢 早上老師想提到就是說 你剛才特別點到一檔個股 叫6104的創委 之前他創高之後拉回 就說這樣這檔個股 搭配快充的這個題材 畢竟今年來說呢 是一個展望非常理想 成長性很高的 他拉回的時候呢 不用太過在意 有機會再往上來攻擊 這兩天看起來 創委也都是拉出 連續兩天拉出的紅棒 怎麼關注 的確這個族群的火種 依然沒有吸嗎 其實TypeC或者是 所謂的一個快充的部分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 趨勢上的東西 那當然你可以說創委 它的股價來講漲多的 它會進入整理的格局 這個我相信 可是你假如說 它會馬上連續進來中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基本面的加持嘛 所以有些你要空 你不要去空這種未來 真的 因為說真的 它的本益比 又不是說30倍 50倍 假如說30倍 50倍 100倍 那你去空或許還OK 那假如平價面還好的狀況 真的不要去空這一種 那另外一塊來講 比如說像快充PMI-C的部分 系列 通家 立志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你像一下通家 今天其實也滿強的 三五八八的 通家的一個部分 其實你看線型 對不對 突破頸線之後 對 我覺得這種股票 其實都會上去 所以只要產業趨勢對了 那個別公司未來成長高的 我覺得都有機會的 好 另外一個族群 有沒有機會呢 之前休息過後 近期看起來有轉加 那就是電池概念股 很新的訊息是 寧德時代要來大擴產 代表說電池族群這一塊 現在需求很大 人手不夠 要繼續的繼續來加工 加班桿工 沒錯 電池材料的部分 不外乎就是康普 美琪這一些 其實有的也慢慢上來 農科的部分 4989的農科 你看一下 它是做所謂 所謂的一個上游的一個部分 PCP上游的一個部分 銅波基板 就電池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股價也整理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是長榮化集團的 我覺得這種股比較好 其實說真的 應該未來上工的機會都滿大的 因為現在有時候流行一些 大家比較不知道的一個題材 或者是集團的一個公司 所以相對上 應該特別的一個留意的 多做注意 很多的頭陣都在問 其實在週末的時候 大家也都緊盯俄屋的發展 只要俄屋的發展 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的話 對於貴金屬的波動來說 就會比較劇烈一點點 上週黃金概念股當中 加隆的股價非常強勢 可是它不是漲停 就是大跌 很難操作 但是很多投資人還是想問 在這個地緣政治風險 還沒有正式化解釋下 黃金族群可以怎麼樣來關注呢 對 沒錯 我想加隆的部分 你先打9955的加隆 這種股票說真的 它稍微比較投機一些些 超投機 對 可是16塊漲到24塊最高 其實漲幅也滿大的 那我們看一下1785的光陽科的部分 1785 對 它相對上來講 就比較陷入整體的格局 可是今天有出現帶量突破 稍微突破的一個現象 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其實光陽科大家可以注意 因為之前沒有漲 最主要是因為 它之前來講的話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沒關係 因為之前來講的話 是有公司派跟市場派的一些的 雜訊對不對 對 經營權之陣 對 沒錯 那現在來看的話 從重訊來看的話 2月14號 它的大股東升序 他說有可能會以50塊來 購台岡的集團光陽科4萬張 從台岡集團登場回光陽科4萬張 沒錯 那假如實際上的情況之下 大家一定要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 在所謂光磊的部分 其實在他們臨時股東會完 確定完之後 其實光磊就是市場派退出 公司派全部掌握經營權之後 其實股價就開始大漲 在去年的時候 所有的意思是說 這個地方它的股價沒有漲 然後經營權大概只要確定的話 我覺得股價會有上去的機會 因為它有ESG 跟所謂台積電的一個供應鏈 再加上現在的黃金 基本上來講 是具備震盪走高的一個實力 所以我覺得 是值得來做特別的一個留意的 好的 以上是趙麗老師 今天非常詳細 他針對台北股市當中 電子傳產資金 敲敲板這個比重 有一點變化 告訴大家哪一些個股 電子股當中可以留意 以及後續操作的方向了 如果說你操作 趙麗老師相關的個股 推薦的個股 任何興趣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趙麗老師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NE 幫他吃咕嚕跟他請教 他資料都在裡面 跟大家做一個更詳盡的說明 D